为了鼓励引发长者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华联县老人会在日前举办13年度市长杯撞球锦标赛 新超过百位长者共居一堂互相切磋球技 而市长渭嘉燕也特别到场 跟长辈们致意祝福大家都能够发挥最好的状态 为了鼓励引发长者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华联县老人会在日前举办113年度市长杯撞球锦标赛 这次总共吸引到120位长者报名参赛 年龄层横跨65到90多岁 长辈们拿起球杆假实十足 熟练的使用各种技巧 场边也不时传出环呼惊叹声 现场气氛超热闹 那我想我们县老人会持续的办理非常多相关的一个竞赛 或是一些项目一些活动 那都是施工所这边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我们周边的老大人 一起来参加我们华联县老人会的一些活动 市长外家宴极为重视老人福利 时常关切他们运动空间需求 以及硬体设施增见改善 希望能给予舒适的环境 鼓励长辈时常走出户外 轻松交朋友 让身心灵充满活力与健康 记者徐立琴欢迎时报道